昨天超級工程深中通道 通過了交工驗收 這標誌著歷經七年建設的 世界級跨海集群工程 圓滿完成各項建設任務 工程質量通過大考 我們來看記者發回的報導 前兩天呢 深中大橋是剛剛正式的命名 今天呢 我們又從這裡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瞭解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深中通道今天通過了交工驗收 實際上呢 從昨天到今天 來自交通運輸部公路局 廣東省交通運輸廳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 以及各參見方80家單位 150多名代表呢 是在這裡召開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會議 那就是交工驗收會議 在這個會議期間呢 各方的代表是沿著深中通道 從東仁宮島 海底城管隧道 西仁宮島 通過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 深中大橋 還有中山大橋 進行了檢測和參觀 同時呢 又進行了一個 差不多四小時的總結匯報會 達成一致的意見 就是深中通道通過交工驗收 交工驗收是一個什麼樣的程序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超級工程 一天半的時間 你今天就完成交工驗收了嗎 帶著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是採訪了相關的專家 專家就表示說呢 實際上深中通道的交工驗收 是伴隨著整個深中通道的 建設過程而完成的 也就是說在七年的時間裡 每一項單項工程完成之後 都要進行技術檢測和交驗 這個呢就有點像 我們平時的這個周測和月考 那最後的這個交工驗收呢 就有點像是期末考試 那麼這個期末考試呢 這個交工驗收就是對於 各分項考試的一次綜合的測評 對於整個工程質量的 一個總體的評價 交工驗收完成以後意味著什麼呢 專家也告訴我呢 實際上這就是在 通車運營前的最後一步 那麼交工驗收完成了 那麼通車運營也就盡在咫尺 那麼這個交工驗收的報告呢 會向相關的行業主管部門 進行核准和備案 之後就是迎接開通運營了 那同時呢 今天我們也得到了確切的消息 深中通道將於這個月的月底 開通運營 開通運營以後呢 從深圳到中山 開車只需要半個多小時 我們期待這幾天早日到來